一步一步來好了,這個地方聚集 首先的話,我們這邊用 大概不依舊Basic 因為我要產生一個程式 所以預設值打開之後 有沒有Module 沒有對不對 怎麼辦?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如果說我們不用錄製 書上是叫我們先錄製 我這地方我覺得好像不需要錄製 因為只是要得到轉換 所以這邊建立一個叫Sub 這個Sub Sub名稱叫做複數轉換 轉換 複數轉換 然後一個括弧Enter 那這樣的話就產生一個複數轉換的程式 那首先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一個一個判斷 那判斷的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先從第一欄 比如說A欄開始 一直判斷往下對不對? 那當然剛開始你可以用推敲的 因為剛剛有寫成 不可能一下回圈 馬上可以寫出來 那不太可能 通常是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一個來 就是第一個 判斷什麼呢? 判斷哪一個儲存格對不對? 那儲存格的位置是怎麼表示呢? 這裡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用到Fall回圈 那Fall回圈呢? 當然你出生格表示 我有講過嘛 有Sales跟Range 那如果是用回圈 建議是用哪一個呢? 用那個Sales 用Range的話 因為它有那個A1 就是它有那個出生格的位置 它變成你到時候呢 沒有辦法去指定列跟藍 那如果是Sales的話呢 它可以指定列跟藍 哪一個列哪一個 因為我們到時候可以 第一列一直往下跑 在第二列第三列一直往下 用回圈 跟回圈比較好搭配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指定第一個 A3的存格 在Sales表現的方式 Sales Sales哪一個呢? 它第一個是 列嘛對不對? 第幾列? 第三列 然後豆點的話 豆點 第幾欄? 依然 對不對? 瓜糊 那這裡面的資料 其實你可以點Value 或者不點Value 不點Value也可以啦 就是 那我們怎麼判斷 它裡面是不是複數呢? 1負 對不對? 1負這個裡面的話呢 它小於0嘛 如果是小於0 不就是負的嗎? then 做什麼事呢? 按一個Tab 建議是先End if 習慣 養成好習慣 然後再移到上面 移到上面 按一個Tab 把它做一個縮排的動作 如果呢 它裡面是複數 要做什麼呢? 就是 這個裡面 把它乘以-1 就是它自己本身有沒有 乘以-1 那它自己 所以它自己要先 這個 等於 它自己要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個 自己本身 再乘以-1 這樣應該了解一次吧 這個乘以它 那也就是說呢 那這個是一個公式 我們等一下要怎麼樣呢? 一直往下 一直往右 那你可以先一直往下 往下 一直判斷對不對? 那往下的話 你要先知道什麼呢? 回圈數到哪裡? 從哪裡到哪裡? 我前面講過嘛 就是說呢 回圈數 我們先 從這一A欄往下 第三 到第17 所以3到17 我也許有3知道 但是我7 不知道的話 假設我先知道 那等於它來講 如果不知道的狀況怎麼做 如果3到7 我要去解決的話 那前面也講過嘛 這個 就是 給它一個回圈 4 I 等於 3 到 多少 17 然後養成好習慣 在最下面呢 多一個 Next 然後把這個縮排一下 選舉它 按下什麼呢? Tab 鍵 這樣就好了 縮排 反正養成好習慣 這個撰寫的程式 盡量不要胡倫吞藻 寧可慢 也不要說你寫了一個很不漂亮的程式 自己也看不懂 別人更不要說別人看得懂 好 那這樣 接下來的話呢 哪些要改成變數呢? 我們先處理的是 這個 就是一直往下 3 4 5 6 7 一直到17 對不對? 那所以會變成哪一個呢? 現在是3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請你把它改成 I 這邊改成 I 這邊改成 I OK OK 好了 寫完了第一 藍的判斷 那我們來試試看 先用F 剛開始也不要急 有些同學我看都蠻急的 都直接按 執行 那可是一定有可能錯 錯了就不知道為什麼 建議是反正剛開始 慢慢來 用F8 F8 好 一個一個來嘛 那現在I你就慢慢分析 你要慢慢習慣 跟著電腦的邏輯在走 你千萬不要用你的邏輯 再寫程式 你要慢慢習慣電腦邏輯 然後I等於3 對不對? 3之後的話呢 那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小於0 不是嘛對不對 所以跳開了 NAS 好再來 下一個是不是呢? 下一個因為它的結果是多少? 是-8 對不對? 所以-8要乘以-1之後的話呢 那會變成多少? 8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改成8了對不對? 然後再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4也去掉了 -5 再來-4 -3 然後這邊2 這樣跳開了 沒有了 OK 結束了 第一欄解決了 可是問題還有呢 第一欄 然後第二 一直到多少呢? 其實喔 應該到幾天嗎? 總共幾天? 30 30天 所以範圍還知道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是再來就是要解決其他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地方變成說 有兩層回圈 你必須要解決是 這個跑完對不對? 那跑完之後的話呢 還要向另外一個方向 那另外一個方向 我們不要一起做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另外再起一個回圈 就是呢 4 J 換一個J 等於多少呢? 從第一天對不對? 到第幾天呢? 30 30 然後NAS 這樣子 然後裡面也是要判斷嘛 那怎麼判斷呢? 把這個複製 對不對? 複製起來之後 貼過來就好了 I改成J 對 I改成J 可是 不不不不 不對不對 這個要改成 I改成1啦 因為是第一 應該是列嘛 列應該是第幾列 第... 列是3 因為我們現在是這樣的 我現在要做的是這一個 是這個 一直往這個過來 所以是一定都是第三列 然後呢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 所以會變的是什麼呢? 會變的是欄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 請你把這邊改成3 這邊改成J 對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 我都是用邏輯性的推敲 如果說你自己看那個書上寫的 你應該會看得很痛苦 我看他寫的程式 我都有點覺得很痛苦 更不要說各位 好了之後的話呢 這樣子應該可以理解 那我們再來 也不要急著直接執行 我們就一個個來 然後呢 上面這些 可以先把它搬到下面好了 先追在上面好了 追在上面 因為我們先執行這個地方就好了 那其實等一下是要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是分三個階段 一是先把這個一欄解決 先列在欄 然後再兩個結合起來 這樣你會比較容易知道怎麼寫 不然說這個 你一次就全部要放在一起兩回圈 真的不是太簡單的事情 即使是資深的工程師 也未必可以這麼容易寫出來 那我推敲 第二個是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執行F8 往下 追來看一下 第一個一定是3 追 追現在是1 3E就是A3的儲存格 它沒有跳過 所以再下一個 應該24也跳過 24 再來2 再來應該是4 對不對 4轉正 所以5號這個地方 等一下應該會變成4 有沒有 再往下 一直往下 然後一直到14號才會再變4 有沒有 15號變4 有沒有 再一直往下 那程式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這是第二個階段 就是 藍的部分 剛剛是列的部分 好 第三個階段是怎樣呢 把兩個 match在一起 那你會想說 怎麼match呢 交個一個訣竅 把追怎麼樣呢 再停止掉 接下來的話呢 把追放在I的下面這一列 然後呢 把NAS 搬到它的下面這一列 然後建議是怎樣呢 選起來 按Tab 因為它是下一個 下一個 再來的話呢 上面是不是還有留這三行 對不對 請你把它綜合起來 原來有追的地方呢 就換成 把追的地方換過來 這個是追 本來1就變追 對 然後本來數字就變追 然後這邊也是變追 好了 這三行可以delese掉了 寫完成式 就幾行呢 就27行 7行作用跟140頁到141頁的結果 一模一樣 我們來試試看 有沒有這麼神奇呢 來試試看就知道 因為按一個F8好了 它會先走的是 這個 A3 然後往下 然後往下 然後往下它應該是到 應該是 追嘛 所以它會先追的地方 它會一直往 往那個 往 應該是24 我看一下這應該是 這裡面的指是多少 按右鍵 把它新增鍵看一次好了 24 裡面的指是24 也就是說它是 會往哪個方向呢 往右邊一直跑 往右邊一直跑 然後會下一個 再往右 再往右 有沒有 一直跑 那應該等一下會 19的時候會 26 然後再來有沒有 -8 現在跑到哪裡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新增監看次 現在是-8 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 再來往這邊 那因為 其實程式這樣跑 應該是OK 我現在執行F8 有沒有 8的地方就變成正的 那最後呢 我就直接按一個執行好了 好 跑完看一下 有沒有 程式全部都變成怎麼樣呢 變正數了 那這個結果 跟 跟我們書上的140頁到141頁 它總共有這麼多行 執行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所以程式沒有標準答案 看人怎麼寫 那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就是三個階段 所以請你們等一下也試著三個階段試試看 因為如果你了解這三個階段之後 以後不管再複雜的這個自算表 你都可以用回圈很快的處理完你要做的事情 一個一個一個慢慢出 你以前可能要一個一個慢慢判斷 現在不用了 只要懂得這三個階段呢 一下子就可以把你要做的事情通通搞定 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記得第一個階段是用I 3到17 然後呢裡面的程式是一樣的 就是I 然後豆點後面是從第一列開始 第一欄開始 所以這邊I 然後這邊是E 那第二個是forJ 1到30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 來喔 可是它在跑的時候 你剛才是先寫I的Z I也是寫列Z線檔 它不會照那個寫的那個線區 從那個I那個列線倒嗎 也可以啊 如果你I跟J顛倒有沒有也可以啊 它會變成說 就是如果I放在上面的話 它會先跑橫向的 它會放上面是橫向的 可是我們剛才是3到17 不是第二嗎 沒有 它會先跑第三列對不對 3的話就是 3的意思就是說 會把這三列跑完之後 再跑第四列 再跑第五列 再跑第六列 所以就是這樣跑過去 對 如果說你IJ顛倒的話 它會先跑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現在說的IJ顛倒是在哪邊顛倒 上下顛倒 你可以把它兩個Change Change的話它就會跑不一樣的 對對對 啊結果會一樣的 好 好